3 2 1 抽刀断水 哇 咱们接着看视频 风力尺度达到1.0 看几个刀 你听说过成叫做吹毛断发吗 有咱们把钱给它出去 哇 什么叫做吹毛断发呢 你看好了 我数三个数 1 2 3 哇 直接断了 一块块妈压行不行 哎呦 就是这么锋利 3 2 1 抽刀断水 哇 看到了吗 这锋利度 接受到了吗 好家伙 他要不说堪比手术刀和吹毛断发 我差点就信了 他这把刀锋利的也太夸张了吧 有点 视频同管的海豚菜刀买了 可以看 他这个样子长得确实很像海豚 而且他这个刀呢 也确实挺有分量的 那么今天咱们就依次来测试一下这把刀 看看是不是真有他视频里面那么锋利 那么首先咱们先切一块带肥油的肉 1 2 3 走 哇 我都没怎么用力啊 是这个刀自身的重量 直接切开了 非常轻松啊 接下来我只用两根手指啊 妈呀 哎 确实很快啊 一把刀快不快 还得看看能不能切A4纸 咱们试一下啊 走 不去 哎 真的可以啊 刷刷的呀 看来切纸没问题啊 两个纸条啊 据说这把刀把纸条放到上面 直接一吹就能把它吹断 接下来就来看看他这把刀吹毛断发怎么样啊 这也不行啊 根本它就一点都没有断的痕迹啊 你在哪呢这个吹毛断发 过分了啊 接下来咱们也来试试抽到断水 看过来我们把这个瓶子给切开啊 来 1 2 3 我的天 直接干两半了兄弟们 哇 这也太快了吧 我都还没怎么用劲 刚才可能是巧合 这回我再切瓶啊 来 1 2 3 确实可以啊 这个是我自己家平常用的菜刀啊 咱们再试一下啊 来 1 2 3 飞了 就出了个小洞 那么它进步实测啊 这把菜刀呢 确实是比较锋利啊 只不过它那个吹毛断发 确实是有点夸张啊